大溫地區與飛沙河谷地區地產市場火熱 由於夏天的高溫天氣,我們先來看看一些數字 了解一下目前樓市的狀況 大溫地區7月住宅銷量與上月相比,上漲28% 較2019年7月上漲22.3% 在飛沙河谷地區,7月住宅銷售量與上月相比,上升22.2% 與2019年7月相比,就上升44% 至於大溫地區三種物業的成功放售比例 獨立屋是25.1%,城市屋31.1%,拍民24.7% 在通常情況下,如果這個比例持續一段時間超過20% 房間就有上升趨勢。地產業界認為 樓市火爆是因為低利率和被疫情壓抑的需求得倒釋貨 此外,有經紀表示,低價位的上車盤很受歡迎 還有香港人準備回流的需求 銀行超低利率吸引到很多賣家出售 比如我有一個客人拿到五年浮動,年利率1.34%的超低利息 真是不買白不買 其次就是上樓上車盤走得快 50萬樓下首次置業盤 很多人會覺得幫人家供樓,不如同自己供樓 同時,現在疫情期間,很多客人變成在家辦公 需要額外的書房、辦公室空間 低價的獨立屋,比如200萬樓下的獨立屋 都會變成搶手貨 當然,飛沙河谷的物業因為貨靚價便宜 這種可負擔房屋也變成最近的熱銷物業 最後,香港方面,有些客人開始通過視頻買樓 為他們回流做準備了 對於未來樓市走向,二副地產經紀李惠民 就指出有三種可能 第一個,疫情結束,政府補貼結束,市場即結束 第二個,疫情結束,政府通過各種渠道 繼續印錢、灑鈔,給市場注水 市場繼續火爆,通貨快速膨脹 第三個,中美關係、中家關係產生重大變化 市場隨之而變 主要跟司機移動 親密者明確的 教育 親密珍貸